中醫 中醫認為 月經病與肝、皮、腎、三臟的關係比較密切 發病因素亦可能與情緒壓力、飲食 或者感受外在的邪氣有關 亦可能是因為先天的腎氣不足 又或者生產次數過多 防勞過度、勞卷所傷等等 令肝、皮、腎、功能失常、氣血失調 導致充任經脈損傷而造成月經病的發生 要預防月經病的發生 應該由生活習慣著手 首先要注意勞日式度 避免勞卷所傷 平時要有充足的睡眠 做適量的運動 例如跑步、做瑜伽、耍太極拳等等 另外平時亦都要保持心情舒暢 多些與家人或朋友聊天 都有消除緊張、煩惱或恐懼的心理 至於飲食方面 盡量少吃生冷的飲食 例如冬飲、雪糕、雪條、刺身壽司、沙律等等 亦都要避免暴飲暴食 或不必要的減肥節食 而行径期間 中醫認為血失正開 所以應該保持外陰的清潔 避免病邪入侵 同時都要禁止浸浴、游水和防止 並注意保暖、避免受寒 香港的女性、學業和工作壓力都比較大 經常又留在冷氣房裏面工作 而香港人又習慣成的飲凍飲和 現在又流行飲珍珠奶茶這些手條飲品 容易出現痛經和月經不調這些問題 我建議各位女性可以自備一個保溫壺 沖泡茶而代替凍飲 大家可以放大約八至十朵的玫瑰花 喜歡甜甜的大家 亦都可以加大約十粒的狗忌子 放入保溫壺裡加入熱水 焗大約五分鐘就可以飲用 飲完一壺之後 就可以反覆加入熱水 繼續沖泡至到味膽 玫瑰花有疏乾解鬱、健脾和胃 行氣活血止痛的作用 而狗忌子可以補乾益腎、明目 所以這個玫瑰花忌子茶 是很適合、壓力大 又經常要對著電腦的女性飲用 大家平時一個星期可以飲用三至四天 尤其適合經前三至七天飲用 但要注意 月經期間和孕婦就不適宜飲用了 希望各位女性都可以喝多些暖水 或者喝這個玫瑰花忌子茶 來代替凍檸茶、凍奶茶咖啡 來啦!